很辛苦啊 高雄市政府在107年4月2號 強制拆除拉瓦克部落地上務 引發居民激烈抗爭衝突 並在當年4月13號 高雄前市長陳菊出席活動時 再度前往陳情 要求停止拆除防射 然而在人行道上呼喊口號的舉動 竟遭到警方施以保護管束 以涉嫌妨害公務及傷害等罪名上靠逮捕 經過民間人權團體 向監察院陳情 監察委員高永成 與瓦利斯貝林調查指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政分局执法過當 向前政分局提起糾正 我们认为是执行過當 第一個是抗爭的所謂私利单薄 決定可以警察可以優勢的方式去處理 然后又留置三個鐘頭 然后又手考起來 我们认为是整个程序上是 有对人权上的一个妨害 監察委员瓦利斯貝林表示 警方执法过当 要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后续检讨处分 对于纠正案 高雄市警察局前政分局表示 一向依法执行不便多做回应 会遵照上级机关指示向监察院进行书面答复 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秘书长撒峰案则指出 民众诚勤抗议时遭到警方不当执法 甚至挑衅行为实有所闻 希望此次纠正案能够带来正面影响 民间团体希望纠正案能作为警方将来执法时的警惕 在合法执行范围内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 原事新闻 旧古已故台北市采访报道